欢迎回到我们课堂 下面呢 跟大家讲什么呢 讲讲后对计算机是如何基于后对表达式进行计算的 讲是有一个后对表达式 是吧 这个表达式啊 我们再给大家认识个思想 等我讲完以后你就会忘 所以在这个认识一下 几分钟时间 呃 看一下这个代码 看一下思想 对于说字直接进战 对于符号 从站中谈出右操的说 从站中谈出左操的说 跟你符号进行运散 将运算结果压转中 便利结束以后 站中的唯一说字为进展结果 看一下 然后呢 放在这里 那我们给大家在手里沿上一遍 对于说字直接进战 然后呢 对呃 对于说字直接进战 是吧 啊 这个是后里边是他 然后对于说字直接进战 第三也进战 一也进战 然后呢 到这个简号了 从站中谈出右操的说字 从站中谈出左操的说 从站中谈出左操的说 然后呢 将运算结果压入战中 谈出来以后 别忘了把收集给清空 然后呢 二入战 二入战 然后呢 五入战 对于成号 对于成号 对于符号 从站中谈出右操的说 从站中谈出左操的说 谈出了完毕 完毕以后 要清淡 然后呢 把运算结果等一个十 压入战中 站顶 直接在这里 然后还有一个加号 从站中谈出右操的说 从站中谈出左操的说 谈出 把运算结果压入战中 18 实在18是站中的唯一说字 便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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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看对现在吧 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啊 你看这个是 计算 看不清楚的 我们看一下 对于说字 直接进战 是吧 我家乱弄了吗 嗯 我们看上面有没有支出函数啊 是说字 怎么判断 是不是说字 是不是操作数 然后呢 这个是 value 值啊 这个是 upress laps res op 就是 这个是ups 表达 我们等会看一下啊 就是运算 左操作 右操作数 假好 是吧 就是运算啊 计算 然后呢 这个是 主力 主函数啊 业务的准数 然后呢 没准数 掉这个准数 然后如果是说字 直接入战 如果是 操作数 看见吧 弹出 左操作数 弹出 右操作数 弹出 左操作数 然后计算 计算 计算结果 压入战中 搞定 然后一次循环 计算完以后 战中的唯一说字 就是计算结果 答应 是吧 嗯 这是这个过程 你看这个也不难吧 也不难 是吧 这个也不难 嗯 大家自己按自己的想法 我建议大家 你可以练一练那个st5 你可以把那个st5 呃 用后续表达式 怎么一一训练 不成了吗 对不对 就是你把这个后续表达式 你你现在有这个了 对不对啊 你可把改成st5嘛 对不对 这不成吗 对不对 就是说你训练手段是多成那样的啊 ok 啊 看这个案例啊 就这么多 我不知道大家能接受的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一块确实是重点 是判断一个成员有没有入门的一个观念 会不会就这样 人都不知道 这个阶段下员有什么新闻 也是数量很少这样 你看这个阶段 就这样 这个阶段 就是了解 这一块 改整的嘛 。这段号话 问题 就是 这一块 这个阶段